好 各位憲勁 我們現在各大黨團代表都已經到了 是不是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下午的會議 好 那我們來進行 那向大家報告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案還蠻多的 那是不是 就是說我們先走一輪這樣好不好 就是說如果有意見就先保留 第一輪把它走完 第二輪再回頭 對於這個有意見保留的 我們再來仔細來討論這樣好不好 月長 我的意見有點不太一樣 禮拜二的 我們前兩天 這名中委員主持的那個協調會很快 是因為那真的是第一次 現在我們黨團把禮拜二剩下來的 我們再加上我們黨團所提出來的案子 我們黨團提出案子 我們都開了很多次內部的會議 所以這些提案其實也都是非常的清楚 也都是我們實際這個黨團的一些主張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要真的 我們不會什麼案子 我們都會很堅持 但是舉例 現在我們討論的是第九案 我都覺得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建議 這個案子我們要處理 不要不處理 因為這個案子不處理 我們後面 我不覺得會因此而會走得比較快 所以我誠懇的建議 第九案子 我們就成立一個 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我們要給他時間 一月兩個月以後 你一定要組成 然後啟動調查 只此而已 為什麼要卡在這裡 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不好 所以我 不是對你不尊敬 只是我不同的看法 我是覺得這個案子 尤其又是我提的 我又是身為國民黨的黨邊 我覺得這個案子 我們這個案子把它處理 後面也許就會很快 但是主要是看你們的態度 不是說碰到你就過 最後舉例 你還只剩下幾次 你們用人數多數 把它表決通過 其實你們的伎倆 我們看了很久了 所以我誠懇的建議 這裡有人說 所以我誠懇的 你的建議啊 這個案子把它處理一下 好不好 來 各位長官 我也誠懇的建議 禮拜一 900多案 禮拜二 現在130幾案 那昨天國民黨 大概提了300多案 各黨都提 加起來543案 我現在搞不到十個案子 只要一個案子 你這個不 這個案子 不處理的話 下一個案子就不走 這個怎麼來講 這個案子牽涉到 相關的提案 有十個提案 八賠償 非常距離 那都是差不多 你這裡都 這個案子沒有牽涉到金額 我沒有談到實際 各位仔細 大家仔細看看 這些 你要看 什麼據點 什麼據點 所謂的據點 就是 鬥點 包括在據點裡面 這案子就是 啟動調查 我要講一下 我 不要什麼據點 大家都在這個 事實上上面 不會有那種算機 横數 你國民黨 抄襄 一個月的表 表情 你還沒簽名 你有最後的否決權 不要怕 我們用誠意來看 我站在人民這邊 一點都不會害怕 你放心 所以你還有 你有最後火箭 還是拉 還是你手 各黨都簽之後 你沒有簽 我們還是正義的講 因為有正義的先保留 然後最後再回頭過來 該怎麼處理 我們可以來 你們兩個大黨不用講 我們就可以 好不好 可以 第一次發言好不好 沒有 我再講一講 沒關係 第一次發言 因為 這現在在談程序的問題 現在是幾點了 現在下午 下午兩點多了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大家 稍微公私一下 建民佣 我請教一下 你跟我講 你先保留 我們回去討論一下 倒數第三行 倒數第三行 開始 我們可以加幾個字 我提案 提 原提案 要求行政院 因深究指揮中心的決策過程 等等等等 我們 當然 這個就是要啟動一個 啟動一個 一個調查 我想 我用字用的真的是 絕對倒數第二行的第五 第四 第五第六個字 是否 對不對 我都是用 不是肯定句 喔 都是用 都是用疑問句 為什麼不可以啟動調查呢 那個疫情的發生 不是只有指揮中心的 全民都要來啊 這個案子 就是要啟動調查 就是3加11 是不是一個破口 到底就那麼簡單 3加11是不是破口 我們要談完嘛 喔 這些 相關案子還有 你這麼可以有培養主動機制嗎 有十個案子 先包在一起 等一下 哇 最後我們再談 而且 這兩個不太 這 不是後面的案子 因為 我每個案子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也非常非常清楚 尤其這個案子是我自己寫的 我自己寫的 我沒有假說 你的案子我是真的 我後面我們黨團所有的提案 都經過我看過 討論過 我都非常清楚 這個案子跟後面的案子真的不一樣 後面的案子 直接我跟你講 就 我要求你賠償 那個處理的方式 跟這個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你這個連動的 提出相關的賠償機制 就寫在這裡嘛 連動的 問題是 我啟動了這個調查機制 如果是 你才有後面的 你才有 你後面還有國賠 你才有後面的所謂的賠償機制 你今天所有談的 死亡多少錢 我再跟你講 從第四行到手 第二段的第二行開始 這個 這個據點到最後面一個據點 這是一句話 前面成立 前面我 我如果說成立 你確實是你的責任 才有後面的賠償機制嗎 我知道你的意思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不是 院長 對 我是整個人講的 先把這些 先放下 反正最後還是要 你沒有錢還是 沒有辦法處理的 總長 總長 我們先 順一面 從西路早晚都要見公婆 你怎麼這麼說這麼久 沒有 你怎麼這麼決定的 我們會繼續在進行 你怎麼這麼說這麼久 你怎麼這麼說 我們都在這裡 我還是跟行政人好好談一下 因為這次要尊重十一任 這個調查起來 假設三加十一 真的是破口的話 這個不是只有 三加十一已經十分半年以上 對不對 我們這次四分六百億勒 現在十一號 監察也在調查 四千六百以後 把我們賠償錢勒 所以 我們 很務實的講 這稍微 等一下再 回頭過來再處理 難道我們不可以嗎 先處 那現在處理都不可以 這個安律者 表 那麼簡單 你怎麼會聽你的 表現你們 怎麼會聽你的 我怎麼會聽你的 我怎麼會聽你的 清除要進行 本來就是要處理 你就要人處理 好 休息十分鐘 大家先跟我講 講一下 休息十分鐘 沒關係 沒關係 人家在衝來 要用腳法來 有 好 你修改文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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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 我們往下一 他就沒有擔 對啊 好 快點 我可以 你修改文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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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修改文字嗎 你修改文字嗎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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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國有土地的部分 國有非公用土地的部分 減租兩成大概剩下只能繳地價稅這樣子 那如果再減下去 等於是國庫要貼補去繳這個地價稅 所以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建立 是不是在那個倒數第二行因應疫情 因應此次疫情 那加碼提高四成這一部分 可以刪除 就延長一點 然後減租兩成這樣就可以 好 這樣好不好 有些我不同意 是這樣啦 我要說明一下 那有些人我們去保留好不好 等一下再回頭好不好 但我先說明一下 讓他們之後可以討論 就因為我今天說到不只有財政部 有包括經濟部跟交通部 那事實上我就以交通部為例 他就算是比較有積極在反應 就決定來說台鐵的部分 我看他這次宣布的方案 就比上一次提高 就是在減免就提高了 那因為去年跟今年的疫情 真的是不一樣 好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是我能夠接受 是叫做說 因應此次疫情狀況 加碼提高降租成數 我不寫降幾成 但是我覺得政府一定要帶頭來做 加碼提高降租的方式 好啦 事成不寫沒有關係 這個部分事實 等一下 事成不要寫可以啦 審事成就寫 加碼提高降租成數 那就事成不寫啦 非常合理啦 那 今年真的跟去年 我們如果跟去年要只降兩成 我覺得沒有回應到現在的需求啦 那修正通過對不對 我們誤會 跟主席報告就是說 因為就財政部國有非公共土地來講 就已經是 減了以後就是 只能繳地價稅啦 大家現在都那麼辛苦 你要跟大家講這個東西做什麼 你們政府不帶頭做 民間怎麼會降租呢 大家真的那麼慘 你只考慮到自己的部分 你要考慮到民間多慘啦 現在狀況 好 那我們就修正 文字修正通過 好來 十一案 主局長就說明 請說明 這個因為債務的調整 因為根據預算法第49條規定 那個預算的審議啊 是就稅出跟稅入來審議 那一般沒有對那個所謂的 融資性的財源啊 就是舉債跟那個 社會界啊 來作為一個說 審議的一個內容 而且一般都是說 稅出也減少 那個舉債的數也跟著減少 所以說是跟 事實做不到啊 來進行就好了 好不好 陳偉來 這個主席長的講法我尊重啊 但是我今天沒有帶那本 那個橘皮的預算書 上面還有寫啊 你的債員啊 你的債員有交代啊 但是當然可以調啊 你是預算書一部分啊 那一般條 一般條的話 是那個所謂的 那個是說 稅出減少 以後 債務就跟著減少而調 那但是因為預算法上沒有說 債務去調 而且 109的所謂的稅據剩餘啊 109的所謂的稅據剩餘 因為目前審計部還沒有審定 所以 所以 那現在就去使用 就不可以 主席 主席 你聽我講吧 主席 有沒有意見 對啊 好 來 那就先李貴民為 我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你講完就李貴民為 好 這個是 預算書啦 先是可以送來的 收明的最後 最後一頁 以上稅出首席財源2600億 全數以舉借 債務自應 中上追加 預算結果 中央政府 這個特別預算 稅出對不對 六七九九億元 以一用 以前年度稅計剩餘300億元 舉債 六千四百九十九嘛 所以我一定講的 你也送來當然沒有審查 當然有道理啊 那你講說說 要經過審計部認定 那沒關係嘛 那就以審計部 到時候 確定 稅計剩餘多少 那以能不能挪過來 當然可以啊 謝謝 好 李貴民為 對 那個因為我有類似的提案 在第十八頁的地方 我也是就是說 引經據點啦 的確就像剛才曾委員 他所提到的部分 我們如果去看 他這個一百零九年度的部分呢 他稅入稅出剩餘一千兩百九十五億嘛 那你除了八百五十億 你用在廠還債務之外呢 你四百四十五億呢 是你作為這個收支的剩餘 那你一百零九年二月的時候 你第一次在編特別預算的時候呢 你是採用 移用以前年度稅於三百億元 就剛才那個 周委員有提到的這個部分 所以那你這一次呢 要把它全部的東西呢 都用舉債的方式編列 你等於是債留子孫嘛 所以我們也認為就是說 你現在主機長雖然講說 哦 現在的決算部分還沒有出來 那我們問你主機長 你過往往年的部分 每一次行政院版本 跟最後面出來的差距有多大 那剛剛周委員也提出來 一個很好的建議啊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他是有顧慮的情況下 那最後的數字是多少 我們就按照最後的數字 你還是應該要用 把你的這個收支的剩餘呢 你應該有一部分呢 用這個部分來填 而不是全數都用舉債的方式 來支應啦 以上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而且這裡才是對 不能夠所有東西 都讓子孫來承受嘛 好 翁委員 好 我補充一下齁 剛剛兩位是在談 睡意生意的任內的問題啦 那主機長我想這個提案 基本上的精神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特別預算的 舉債的部分 能夠降到比較少的金額 然後讓我們的財政 會比較健全 這樣的一個方向 齁 如果今天要談預算法的話齁 那我也可以跟你談啦 我們來談幾個小時都沒有關係啦 那個我OK啦齁 但是我想基本上的精神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假設我們今天 是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去看 那當然我們就希望 我們優先 是用 能夠 能夠用 稅計勝利 來做為我們這一次 特別預算的一個財源 主要的財源之一嘛齁 所以 第二個部分 假設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認類我們的 這個 決算的 稅計勝利是多少的話 那我也同意 剛剛兩個同仁所講的 就是我們暫時匡列 所以 待 我們 決算的審計數通過之後 優先 列為 我們這一次 特別預算的財源 其他才可以用 舉借的方式去 去處理 用這種方式做一個決議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同意 好 主席長 最後一句話 好 跟那個委員報告 就是說 稅計勝利 因為我們現在就要 審議這個預算 審議預算完了以後 我們就要按照這個執行 如果審計部核定的沒有這麼多 那我就是說 審計部的審定是在我們預算通過之後 所以是這個時間是來不及的 那第二個 原來的預算 雖然是有所謂的說 第一次 就是在去年邊的預算 那300億 是因為那個時候那個300億 是根據審定數去提累300億 謝謝 好 因為 那個 我主席長部分 我覺得很好回應 主席長 你如果去看那個 我的提案提的是主決議 18頁的地方 18頁的地方 對於你剛才講的東西 它沒有任何的困難 我們在上面看到你到109年度累積的這個剩餘 你其實已經高達到1113億了 那我剛前面有提到說 你在過往的時候 你最終的結果差異性多大 據我的了解差異性不大 那你既然是到109年底的時候 剩餘已經到1113億了 那後面講說你要移用以前年度的稅計剩餘至少600億元 我覺得你不會有困難啊 你怎麼會有困難呢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1113億是還沒有經過審計不審定 審計不審定以後是可能會比這個少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有300億的時候 已經在我們剛才最先便利的預算已經使用了300億 而且戰績採購也用了150億 所以說這個已經用了450億 另外一個108年度的那個審定數是那個613億 所以613億裡面就是審計不認定的只有613億 613億裡面已經用完了450億 好 那現在剩下多少 現在就叫你要把109年的匡位啦 那你如果說我審你和審計部會差很多 那就代表你決算的合併有問題啦 那個就是你自打嘴巴啦你知道嗎 審定以前我們不敢就認為那個 那都差距不大 如果你真正主計有好好審的話 審計部跟你的差距不會太大 修正數很小啦 對 所以我才剛才講 等一下我講一句話就好了 我講一句話 我補充我剛才講的 所以我才講說你每一次審計 你出來的決算的結果 你從你歷年的數據上面來看 你的差異性有沒有很大嗎 你現在已經有歷年的數據出來啦 如果你的差異數並不是很大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用這個理由 它就是一個藉口嗎 好讓我主政委員講一下 來 那個主計長你講得很清楚 先不管108 107 光109就還沒審定吧 然後到底實際的數字不能 我們這邊討論說大概推多少 沒有這種事情 而且我們今天這個案子 是審完之後審計部才會核定109的嘛 所以不能用這種去框 這是很奇怪的一種做法 好主計長請 而且預算法49條講得很清楚 大院在審議的時候 是審議稅出跟稅入 並沒有是融資性財源做一個審議 還有國務調度那個都有一些極限 我想這個 好這個既然有特別預算法 排除預算法的規定 都排除那麼多 可以跨正式北 跨機關北 跨計畫北 好 那全部都走 不管是賺北的通文 有沒有 等下保留好不好 暫時保留 等一下再回頭啦好不好 好 第11案 暫時保留 請看12案 衛福部 衛福部 這剛剛第9案 這基本上跟第9案 這部分跟第9案一樣 也是保留一個小時 好嗎 好 我們先保留 請看第13案 基本上在這個 我們當然在決策 大家可以來討論 當然並沒有所謂的決策的錯誤 為什麼要 好 那北案 通過是不是 沒有意見就通過啊 沒意見齁 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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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好 好 好 來 鄭委員 我覺得 鄭委員 提的有道理 因為 各界都在 質疑嘛 所以為什麼 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每個國家在搶疫苗 那為什麼 我們今年八月 還在向國外洽購疫苗 那疫苗其實 為什麼現在 會發生這麼大的疫情 這麼大的傷害 現在是沒有買足夠的疫苗 那大家檢討一下 做個決議你檢討嘛 可以檢討 但是你們事先已經寫錯誤了 這個這樣子好不好 那個 不是 我今天把那個錯誤前面加兩個字 是否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是否錯誤 這樣就可以了 不不不 是否 還沒檢討 你們前面都已經寫兩三段都指責錯誤 然後再加四者錯誤 那個錯誤兩個字取消 謝謝 好啦 那個 要檢討沒有關係啦 可是這個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疫苗才會不是想像中簡單 那 所有過程中大家都很清楚 也不是你們想像那麼簡單 你還是想像的 我 人想像都看不到 現在是想像 這要說事情 好啦好啦 請教一下 來 院長 主記長在這邊 他是今天是主記長的身分道 還是行政院長的身分道 主記長 對啊 那為什麼在談這個第十三案的地方 剛才大家已經講說 警覺這個疫苗是防禦策略 是否錯誤的情況之下 他對這個有意見呢 曹委協昌喔 那個官員喔 曹委協最後是黨團在決定 我們黨團自己來決定就好了 好不好 沒有啊所以我才特別請教一下 跟主記什麼關係啊 其實今天早上 我支持李貴明委員的意見 今天早上我們再談到別的事 真的是這個身分也要確定嘛 主記長是來管預算的 如果說跟預算無關的事情 麻煩就不要發言 因為就跟你的職責無關嘛 如果說你今天你先講清楚 你代表今天行政院長 今天有事不能來 你代表行政院長 我可以接受 如果你不代表行政院長 麻煩你少說話好不好 尤其跟你業務無關的時候 傳委協商齁 那本案就暫時保留好了 剛剛已經講說過了 就把那個錯誤前面改個是否嗎 沒有講過啊 有意見啊 他們有意見啊 剛才擺成是否也有意見啊 剛才沒有我們就表達有意見啊 然後過 委員長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篇報導 他是講到 中華民國防疫協會理事長 王任賢所講的一段話 他講說 當初BNT已經簽下了購買三千萬劑的備忘錄啦 如果正常的話 應該今年二月底 疫苗就可以大量送打 並且開始施打 或許可以免於四百多人 在這場無聲戰役中失去的生命 這個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新聞報導啦 發新聞喔 讓大家 那如果說這樣的報導是真是假 我們讓他做一個說明嘛 你到底你的決策有沒有錯誤 外界竟然會有這樣的話啦 說了三千萬劑 等來二二分就可以到了 結果 我要瞧一下 來 我瞧一個比較漂亮的大家 來 倒數第三人喔 才警覺緩購疫苗是防疫策略 加一個可能 最大錯誤 加一個可能啦 有啦 可能是錯誤 我們不要定價 既然這樣好好討論的話 會錯誤就不要嘛 因為這個 這個要檢討怎麼 來 我再改一個字 可能有誤啦 好不好 可能有誤 可能有誤你什麼啊 對啊 可能有誤你都不能再接受啊 可能有誤嘛 這樣嘛 可能有誤嘛 然後後面 再決策是我錯誤 這樣很中心啊 你都不會 可能有誤我們 做鑑定一定要他定啦 你要做鑑定一定要 公家都應該的啦 調委協商齁 這就是討論來決定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協商沒有意義啦 這麼大的事情 叫你 行政外寫個報告來看看都不行 現在不是在說 你不是說 連個錯誤都不能寫 連個錯誤都不能寫 騙下來 騙下來 連個錯誤都不能寫 是否錯誤也不行 寫了這麼多人 連個錯誤 是否有誤都不能寫 這不是說的 好冷靜 請大家冷靜齁 來 那就 我看就是說意見不同 站在我 這個會議主席的立場 我還是建議就保留啦 我等一下還是回頭 回頭嘛 這次案是同意嘛 好那就通過 好來 第十五案 同意啦 來 進到辦理 好 通過齁 第十六案 好 是不是可以請委員就 應參考 改為 應改為延移參考其他先進國家 那因為我們還是必須要從 第幾行 最後倒數第二行 倒數第二行 應參考 應參考 延移參考 我 我 我覺得 現在都討厭人意喔 你是可參考 可參考 可參考 他拿掉了 他拿掉了 這一案 我們有意見 因為我們 不太同意 這個美人扶發 這樣一部分 所以參考 不參考 不參考 大家想看 沒有啦 這增加預算啊 用到很多部分 現在怎麼扶發 四位 要不要十五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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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預算的時候 難道我們不能提案嗎 我們請你參考一下 難道只能按照你們的意思嗎 難道只能按照你們的意思嗎 那我們審預算幹什麼 你們都已經決定 你們都不能改 那我們審這個預算幹什麼 我們都開玩笑嘛 也可以啊 主席會議秩序處理一下 那請林維中委員 花言請舉手 柯長長 好 提案人我先講一下 講話要講我正經的 花言請舉手啦 什麼話 大家留在一起 大家留在一起 請在一起 他說 這樣就不正經 花言你要道歉 我現在要解釋我這提案的內容 你講什麼 你講的 我 我主席抗議 好 請教人家 好啦 休息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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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沒什麼不正經 我說補發一萬塊 這樣是不正經嗎 這有不正經嗎 對啊 我是有罵到林島的人還是怎樣 沒有啦 你現在說面對現實 現在要扶發你再多聽聽聽嗎 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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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見起 你要怎麼 再翻轉回來呢 我就要跟你說明 現在行政院都還在調整 紓困一下子補這裡 一下補那裡 有沒有 休息啦 休息啦 有啊 所以還在調整 為什麼我們不能提案 行政院本身都還在補漏 一下子說 喔這個 非典型公司 欸我們又補了四十萬人 不是嗎 都還在變耶 那為什麼不能提案 我請一下 剛剛誰講話不正經 你們怎麼亂說 我不會說 誰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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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講話不正經 現在是怎麼扶發你 我聽我 不公平啦 不公平啦 我跟你們玩啦 我跟你們玩啦 不用bia 甚至是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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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会不会 感谢观看 一样 是说 感谢观看 我们今天 就是 感谢观看 好 这样 好 好 是 因为 我们 我们是建 好 这个这个 要影响 他受到 没有没有要求 好 还是 财阻财 好 做文字著修 在倒數第二行 經濟部後面 就頓號加上陸委會 然後最後一行 就是簽證之校旗 因演繹在疫情期間得著語展言 那我們有印書面 來 希望說 還沒有到的都先花給大家 然後我就可以問說 這樣有沒有意見 大家手上對這個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這案就通過了 好就順序通過 30案嗎 30案有一點點文字修正 剛剛內政部次長 還有再修正 對啦修正通過把文字給大家 好OK 好那30案就修正通過 好那31案 通過啊 通過 好31案沒有意見 就通過 32案 通過 沒有意見就通過 33案 通過 沒有意見通過 財政部 33案徵照辦理 蛤 33案徵照辦理 好通過 34案 通過 好沒意見通過 35案 通過 沒有意見通過 建勤 已經通過了 36案 通過 好36案通過 37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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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見通過 通過 通過 39案 由那個 衛服部說明 謝謝 沒有意見通過 用嘛 這裏面是應該是我們選了一個原資 所以他選一下 本來就是可以有用 好 知道了 我知道 35案變到曾明中委員的 350案 一起討論 352案 那 那我們就先討論 39案 來 來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個理由是什麼 好 我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他 我們這筆錢並不是只有要買這個疫苗而已 這包含裡面的施打 裡面相關的行政費用 場地的安排 甚至是這些疫苗 整個這些相關的這些評估的 相關的這些評估的 都需要都用到這筆錢 換句話說你們編列預算就不實囉 不是編列不實 你們編列不實 然後 郭文明在這裡頭選的是購買疫苗經費 先聽我講嗎 我先來 我先講 肉明奇妙的 你們編列預算編列不實 然後讓我們立法院來 來給你們放水 預算有人這樣子編的嗎 這不是編列不實的問題 胡說八道你真是的嗎 你那個施打的議員已經在外面了 嘿 我 你 你是誰啊 你要看他搞清楚哦 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這個裡面啊 老先講 二二四啊 本來就可以 是夠秒議算哦 你現在上面寫哦 不是打了 施打就拿在外面 欸你 你搞清楚好不好 真的胡說的 施打在外面啦 施打就拿掉了 你 你搞不清楚 你是誰啊 預算在那邊看清楚 施打已經拿掉了 你拿他是誰 跟我講報告就是說 在這裡 他他是誰 沒有 執管署的署長 那個我先講好不好 要代表衛務部講話 那他講話 施打的已經拿掉了 一算數看清楚啊 欸 拜託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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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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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答我的問題 剛才那個講話的是誰 好 執管署的州署長 那個 那個 執管署署長 你剛才可以在這邊胡說八道 我看這個 沒有看清楚 你把立法院到是什麼地方啦 我 亂七八糟 你 欸 你可以在那邊胡說八做嗎 我做運的啊 啊 沒有 我來講一下 我來講 我來講 這個事情喔 他只是純粹買疫苗的預算 那 曾委員用心良苦替你們著想 就是說這個錢 齁 就把你刪一塊錢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根據法律 你有算你不能夠去用到別的地方啦 不要被你拿去用到別的地方 就這個意思而已 沒有死的 不用在裡面 不要亂扯啦 就是疫苗的錢 我們把你三里塊錢 所以你就不能夠用在別的地方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個意思 這樣 通過 好啦 這個通過嘛 同意 這個 那個 剛才 剛才那個 機關署的 這個有一塊錢 機關署的署長已經承認 等一下嘛 主席長 機關署的署長已經承認說 預算書上面是看錯了嘛 對不對 那剛才也解釋說 曾委員的他的最主要的理由 是這樣子 買疫苗的錢 就要去買疫苗 不要把它 不要挪用拿 不要挪用拿 就這樣子而已 你們不能夠同意 連預算書都沒有看 然後就來開會 然後就胡說八道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當然不會把這錢往外流 這一定是 不會往外流就同意啦 就給我們開一塊錢就好了嘛 就這樣子 就是如果有三減的話 那將來如果 一塊錢一塊錢 三減的一塊錢你有沒有看到啦 三減的一塊錢你有沒有看到啦 大家安靜 請大家安靜 請聲明中委員 那個這樣子啦 這樣子啦 你那個意思假設說你們三減之後 你們怕將來不能流入跟流出 會有兩種方向嘛對不對 所以 所以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規定他 這一筆款項專款專用不要流用 這樣也可以啦 也可以 這個我們過去在中小企業信保基金裡面 也是這樣做決議的啦 有有有 對 我已經 來來來來 所以我的意思都可以嘛 對 就專款專用 到底現場跟蔡市場一樣到底是在講什麼 好請大家安靜囉 來 來 來 我要講好不好 好 來 拜託一下 我這麼認真 你們也仔細看吧 主決議的第一點 就 該筆金會 專款專用 不得流用其他業務使用 為什麼 各位很清楚嗎 疫苗是救命前呢 疫苗是救命前呢 你看看英國現在打兩劑AZ 現在有變種啊 你可能要錢留下來 不能流用到其他地方去啊 你可以萬一 萬一你要買疫苗怎麼辦 我所以用心兩股去殺你一塊錢啊 就是不准你流用 我跟你講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反對 好 我講一下好了 好 疫苗的錢一定不會不夠啦 一定到最後一定不夠啦 別人一定要流進來 他沒有流出去的道理啊 好不好 好 沒有 沒有 主席主席 我還是建議一下 你用這法上是可以啊 但是不可能流出去的 我們也知道 國民黨是要確保疫苗錢 是花在買疫苗上面嘛 但是我還是要幾個事情要釐清啦 預算書上面只有 264億4千6百萬 是辦理疫苗採購及施打 他病院裡面 他分開的 沒有 你的預算書嘛 但是呢 224.50 慢點講慢點講 疫苗施打嘛 疫苗費用嘛 採購嘛 所以224.50的疫苗採購 但是該書長講的是 264.4那是整個 說明嘛 所以不是說他有錯嘛 這個對這個對 264是包括施打的嗎 好了好了 講個結論就好了 就好了 沒有關係啦 我先一個法條 他討論一下 我站起來說 剛才回答那個官員 我不知道是誰啊 在那邊睜眼說瞎話 這名分委員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你一講東講西 好像要立法院來幫你做舞弊一樣 你是誰 以後再這樣胡說八道你就不要到立法院來 好啦好啦 不要這樣子 啊 這位委員喔 幫我這邊條例十一條的單書 第一項的單書 因為這樣會造成未來你 我們如果刪一塊錢 未來這個科目你不能留用進來 就是說他不夠的時候 不是 不是 我說會留不進來 所以說 醫療錢不夠的時候 不會不會留進來 是不是第二項 沒有影響 第二項有影響 第二項有影響 沒有影響 不要在那邊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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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講師兄 不得留用 不會 有這一條嘛 那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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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我看這樣子 我們第二個部分是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把它刪掉 但是第一個那個專款專用 就是不能留用 那個一定要留下來 因為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說 假設疫苗的錢 將來不夠的話 他是可以流入的 那這考量就是第二點我們就不要了 但是第一點要專款專用 不得留用 然後那個一定要留下來 這樣子我們做一個修正 本來就沒有用 好 那判斷 什麼 那好吧 塵法專用OK 好啦 第二額不要啦 第二段不要 kilipop 김不出了 第二段不要 那就通過 我再宣布一下 39案第二段刪除 通過 就修正通過就對了 好 好 請看第40案 我提一個前級問題可以嗎 我想 今天剛剛談到買疫苗的事情 今天早上 我們看到郭台銘的臉書裡面 他發表了三個聲明 其中有談到就是說 你有一個團隊跟他們開會 然後禮拜天 我們陳時中部長還特別跟他聯絡 說他一定會全力來協助這件事情 讓我們的這一些疫苗可以很順利的進口 那現在我們談到買疫苗的事情 我想請問陳部長 你到底答應了我們郭台銘閨葵董事長 這件事情你到底怎麼做 怎麼去協助 然後這些疫苗 你預估你的全力協助之下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進來 因為你今天那個防疫中心的那個 那個兩點鐘的那個新聞記者會 也許大家會想知道這件事情 是不是我們也利用今天這個時間 買疫苗這個預算的時間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好不好 好聽 本來這個購買疫苗在這個時段當然是非常的困難 當然我們各大廠商都有往來 那也感謝有些民間團體 那像郭董事長也都非常努力想要一起來做 那當然我們就盡量這個 就公司協力盡量有可能看有什麼困難 有些章節怎麼樣來解 不過這都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在國際上的現貨 或相關的預定的 事程都非常的不穩定 然後第二個大部分的這些大禮苗場 基本上還是跟國家往來 那怎麼樣來互相合作 這是需要很密切的討論的 全部都是這樣 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這樣 有說到沒說到都差不多咧 有每次都不一樣咧 我問你具體的協助的方式是什麼 你怎麼樣去突破這一些困難 然後你依據多久可以進來 讓我們可以放心的可以看到 郭董的這個疫苗很快就進來了 我們大概也有希望可以打到BNT的疫苗 你要講清楚 把這個真正的你要協助的 這些方案是什麼 怎麼去協助他 這個齁 郭董的這個委員 我們每個人都要贏疫苗 郭董的第一次我最了解 這裡還有一個叫高峰也在這裡 每個人都要贏 但是這不簡單就 有多久咧 現在政府全都要配合 就是這樣而已 你說什麼時候進來 人家買來送的你什麼時候要送我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啦 因為這個有一些障礙必須要突破的 人家郭董那個臉書是很憑我們政府的腸咧 叫我們不可以亂聽外面的東西 的那個什麼新聞記者 媒體沒有經過查證沒有經過 對啊 所以你怎麼會 所以今天就是因為 我們不要去聽外界的這些而已 我們讓陳部長怎麼去做 把具體的方案提出來 然後依顧什麼時候再給大家講清楚 不然你說這樣 大家還不在這邊曬我 人家要買來送他 你現在說什麼人家要送他 我沒辦法代理 那就是很困難的 就這樣才能討論的 成功的機會有多少 永遠有成啦 有嗎 講這個都是預測啦 郭董市長的聲明已經其中有一點講得很清楚 只有他跟他的基金會說的才是真正的事實 其他都是假錯假的訊息 所以我們就相信他這一點 那他該對外說他應該對外說嘛 那他也特別感謝我們衛福部 感謝部長來協助 這已經很清楚啦 那這時候我們去猜測任何東西 甚至拿報紙的新聞來說怎麼樣 我覺得都不太適合啦好不好 好我們就回到第40案 第40案有沒有意見 並第9案好嗎 這個就是原來 並第9案 跟那個賠償有關的 好並41 也是保留 好那第41也是保留 第42 第41沒有金額啊 他只是一個原則的東西 就是說這些的 我講一下因為40案是我的提案嘛 稍微尊重一下 我講的是說憲法上面第15條 就講到我們的這個人民的這個生存權嘛 生存權嘛 那你今天呢 因為你的疫苗訂購的 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不是故意 我們先不管他 你疫苗沒有足夠的一個情況之下 讓這些的人他罹難了 罹難之後你講說 他的醫療費用 他沒有講他沒有講數字喔 醫療費用你讓人家罹難的時候 你醫療費用還要叫人家自己付 上次媒體就有報導說 有一個人呢 他後來還要自己打了疫苗之後 他自己去籌什麼70萬塊錢 去解決他問題 我覺得這個不對嘛 你因為你的疫苗不足 造成的這個損害 你本來這些醫療費用 你就是應該要負擔的嘛 然後呢 你也應該設置你的緊急救助的櫃台啊 那他可能有很多東西 法律方面他不懂 或者是其他的 41案子啊 41 他沒有金額嘛 並第九案一起考慮 正因為他是原則性的東西 要把它確定下來才能討論金額啊 他如果原則上不要 就討論金額幹什麼 好不好 好 我們就並第九案 42 42案是因為這個是公務預算的事情 跟特別預算無關 好 那就保留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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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政委這個 不是 為什麼每一次我的提案你就要保留 我不太懂 有時候 這個地方很謙卑的 那個那個我覺得很奇怪哦 這個你基本上來講把那個歧視的概念帶回帶到立法院來 這個很不 不是 這有什麼東西 他叫你公開而已啊 他又沒有說 他又沒有說你要做什麼你要做什麼通通沒有啊 這個地方我們提到的是講說你每一次的大內宣大外宣 我們現在錢 我們的錢有 錢要用在刀口上嘛 他現在只是講說你要公佈你的政策啊 你的行銷 你不要把錢花在那個做梗圖啊 做大內宣大外宣的部分 然後只是要求你要公告你的這個 他為什麼 什麼東西不可以 你還是到現在為止 你還是要把老百姓的錢花在你的黑箱上面去把它去做梗圖 然後去打擊異己嗎 這個都已經到什麼時候了 你還要在這個 你基本上來講你到國際上面來講去做的那些的宣傳 現在正好都是反宣傳 為什麼 人家講說你台灣就是做 台灣can help 人家改成說台灣need help 那這不是做一個負面的宣傳嗎 這個為什麼還要保留我不懂 好 大家意見怎麼樣 通過 通過啊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提的案你就要保留 來一個我的想法就是說 這個跟我們現在選特別預算沒有關係 所以怎麼會沒有關係呢 我跟你講這個還在講說你只是一個獨覺意 那裡面所講的部分包括大內宣大外宣等等這些我們整個文字看起來跟我們所講的這個特別預算其實相關性不多 所以我們認為說其實這個意義並不大所以要保留 那你你你你你你是不是保證問一下主席長對不對 你在你的所有的預算裡面跟這一次的疫情特別預算裡面有沒有再去編你的那個大內外宣的經費有啊 好那我們就讓主席長說明一下來 目前的那個經費來看我們並沒有編那個所謂的政策啊宣導跟行銷的費用 好 那個自民眾最瞭解嘛 自民有提那個一雙法六十二條修正我們 那你們就通過了剛剛通過嘛 你做那個法台就好了嘛 好那麼 上個月才通過啦 因為這個案現在現場還是有不同意見 所以我主要保留啦 那個一雙法有同意修正夠嘛 那請看四十案案 有啊請示啊 四十三案 四十三案我們建議稍微做一點那個 因評估啦齁 此次的預算優先移用 就加一個評估 在幾行 倒數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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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啦 那個 陳立文政委員 後面 政委員 他現在用你了啦 哪一案 四十三 四十三案 倒數第二行啦 政府應於此次改成 政府應評估此次的預算優先移用好不好 就加評估 修正通過這樣 好不好 四十三案 第一段的第三行 請看第四十四案 請再辦理 好 OK喔 好 就通過 第四十五案 第四十五案 監察院這個部分齁 我覺得第一個我們按照憲政原則上面齁 呃這裡面所提的監察院要做任何的這個報告或者任何的調查 都是屬於行政調查面的部分齁 那現在我們提出這個部分我們自己認為說在這個地方啊要尊重院計之間啊各自的憲政原則 所以無論要調查是屬於防疫上面的措施或者是任何其他行政措施的話我們都尊重監察院 但是呢不可能把它當成在立法院裡面做成一個立法決議說我們不同意這個案 一樣我們還是一樣因為我們覺得在院計之間是互相尊重的 可以補充一下齁 就我所了解這各位所提到的不管是三加十一也好或者是疫調啦等等這些 已經有相當多的民眾啊到監察院去這個申告或者是申請調查齁 那因為他們並沒有對外公開 所以我們也無法幫這個監察院來回答這裡面所提到的問題謝謝 不是我們立法委員立法院請監察院調查 這以前經常發生的事情啊為什麼不可以 我補充一下齁 監察院每天接受人民的陳情 我們民意代表代表人民去陳情一些案子 請他調查為什麼不可以 當然可以喔 我們請啦 出身去 憲憲體制哦 全力覆LE原則 國會做什麼事情 敬olerART院做什麼事情 行政委蘭醫院做什麼事情 那敬 tune幹事情 事實上有一些案子已經在調查,都已經在調查,沒有一個機關,我們在命令他調查,請他調查 那有命令,他只有寫原請而已啊 這個喔,像住屋實驗案子在立完這麼久,過去我們在的時候曾提過,國民黨說不妥,我們就不妥 所以這個事情應該是這樣啊,你在立完這麼久,從來沒有像這樣的,立完請電下去調查的嘛,好不好 保留吧,好,本案保留,請看下一案,46案,462分之1 來,462分之1,有沒有意見,保留 就2分之1,2分之2,那是兩院,一個案是兩院,這個也是兩院 好,46案,保留,那請看47案 這個47案的話,因為這個是說,像執行還沒有,一年還沒有動用的公共預算 因為他有些是全走保留,你通通把它保留都以反計局的話 原來有的公務預算,或者是像前瞻的預算,都已經,立法院已經定來用途 難道把它過分的移來這邊,可能會妨礙這個大院的審議的結果 對大院不尊重 好,柔委員 這一點我稍微說明一下,因為大家知道最近因為疫情,因為缺工等等因素 所以公共工程很多,標部區區的很多 光是以前在預算裡面,我自己的選區裡面就有好幾個停車場 已經流標五六次了,而這是前年的預算 所以所謂一年沒有動用的公共預算的來源,原因有很多 如果現在通通把它挪作防疫的話,反而會影響到 我們各部門原本就應該做的一些相關的工作 所以我建議這個案子會有一些狀況,不太適合這種 全部把它挪到的 沒有全部把它挪到,只是說應該優先考慮,支應疫情支出 在哪裡有什麼好反對的? 他請你優先考慮而已,考慮而已 只是叫你優先以往氣急而已啊 優先考慮嘛,這不是這樣? 這個沒有什麼不對啦 因為我們在疫情或者是為了救災 經常會有優反忌急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這個書記長的提案基本上是說 針對這些公共工程或者是說我們特別預算裡面 有一些比較沒有辦法馬上執行 或者沒有必要馬上去執行的部分 我們可以與緩急優先來支用我們紓困的這些防疫預算 這基本上它也是一個建議嘛 我們其實也是這樣做 我覺得跟我們預算法的精神也沒有違背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應該招案通過啦 它是一個原則性精神上面的要求 我們要有這個財政紀律的考慮而已啊 好 加兩個字 加兩個字 優先考慮可以不可以? 本來就有考慮兩個字了 院長 好 本來就有考慮兩個字了 就這樣你考慮兩個字了 那就優先考慮以宜宛救急方市承受裁員為宜 就這樣 好 那如果這樣就修正通過 大家同意就這樣修正通過 好 好 請看48案 48案 遵照辦理 好通過 49案 49案 好通過齁 好 來 位長可不可以先來處理第九案好不好 好 好 現在廢總召建議 我們先回到 因為現在也一個小時了 我們回到第九案 請大家看第九案 那我就點一下 第九案最後一句話改成這樣 好 好 確定一下 好 第九案最後一句話改成這個樣子 好 好 請 好 請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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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影印大家看一下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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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如果有這個人,只是說,有證人了 現在我們全部人都知道,幾個都在搞,幾個都在搞,四六四五 應該也好,四四五五 那時候都要把我揍發 那時候都要把我揍發 所以,我們就要把我揍發 我們就要把我揍發 我們就要把你們的一個... 那時候我們在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那時候我們在那個... 就是採訪 成為本土的官員 討論是一號某個大學 證明克當職員會生意 澳洲國的國防範圖 因此天氣泡泥 針對他有核心的 這些奢依後 爭取要絕對 這個如果是建立這一個派發的說 因為你這個選擇的選擇 對下,我們是用來 一個派發的 所以,我們是用來 對你公信 他為你 這位意見的是他們 這些是他們 他們的選擇 他們就是他們的選擇 所以他們有兇 他們有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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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能更自然的 他們的選擇 他們是非常嚴重的 他們是非常嚴重的 他們是完全成功的 谢谢观看 但我很 основ力的 理想 現在最重要的節目 來 定期的 好像在哪一邊 有 我的個人 現在 這些 婚姻的女兒是 她們 也不是她們 她們 最近 她們 她們 帶著愛 她們 她們 得她們 她們 得她們的她們 她們 我的婚姻 她們 得她們 那個婚姻 就呢 她們 就是 divine 帥 過壞 過壞 炒泥是泥,炒泥而已 炒泥要炎泥 炎泥 這個問題都可以用是不是 這個問題是他們就可以,那可能會不會說什麼 你怕吃什麼 炎泥 炎泥這已經要做了,炒泥 這把你用炎泥了,不要炎泥 炒泥 能夠賺來 抽到更多了 也不倒楣 其實你也沒用 一個女王 有這一張 不只發生的 特工第一次 兼顧這個 有這一招 現在肯定 estaba 很多 有紀念 精神 一招 這個底下就好 然後就好了 就算了 這裡就這樣 我還可以這個 我要這個 他 之後 怎麼拉 嗯 我們就有 知道如果要 變回性的話 還沒有 這個 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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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包 你知道嗎? 很好 我還是沒人 怎麼會去 consci頭 não? 要考慮一下 五 wer lá 不 沒 craban 於 ly 我跟他們的政府在這個南架 每萬年五百萬元 我們在這個北方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就在這個北方 因為他還是要討論 他就要討論 我們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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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有問,我就會說,然後上課,就這樣 這個感情就非常保留 我以為你來這個 我以為我會想一下 我以為你來這個 我以為我會想這兩件 不要看這份氣味 這個是改造成功 我以為你去看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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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這樣 我以為你去看這份 我以為你去看這份 來啦!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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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看好了 我又要去看好了 我又要去看好了 你先說我怎麼把你去看 謝謝啊 我就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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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 叫你每天發生錢給他 沒有發生一次 他現在是滿頭 他不在家裡面 他不是願意都不做 他不是願意都不做 所以 因為沒有錢 沒有錢 就是這樣子 他現在反而是長島 但是他不在一起 不過他不在一起 他不在一起 他不在一起 然後在一起 他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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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些的工作 一些那些工作 那一些的工作 那他今天要在家裡 出面 他就是要留他 叫他 你真的沒有這樣子 有啊有啊 其實我應該希望他們 其實基本上是那張的 他必須的問題 等一下我又沒有一起 不進了 看了 跟上一次的問題 對 沒有 只有半個樣 看 必須好愛 谁人家人 贵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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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什么位置 在这两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東北西歷史上的公司,在韓国之后,在南北西歷史上的海外卷,濟金的组织,就在南北西歷史上的适合会比, 做出对方,在南北西歷史上的交通,对方,的政治值, 上海外卷所共同,成员的动作, 曾经的组织,社区健康室, 應該溝通的差不多了 你們就坐就坐 剛剛我看你在喊好熱啊 哈哈哈哈 今天喊 我們要吃飯就吃飯 是不是可以請 他都不熱 他都不熱 可不可以請主席 主席可不可以請唸一下 剛剛我們全部出來的結果 我們要來開始喔 對啊 好請坐請坐 來開會啦開會啦 我們是不是要開會啦 好請坐請坐 再等一下嗎 副總罩還沒進來 好來我們可以要開始了喔 好各位先進 各位先進我們現在會議開始 好現在我們先就剛才討論的第九案 第九案 那經過各黨團代表協商了以後 他們有一個共識 那我現在就請我們財政委員會來宣讀一下 好來請 第九案 臺灣本土疫情大爆發 外界 臺灣 臺灣本土疫情大爆發 外界質疑放寬3加11 政策是主要破口 指揮中心至今仍無法解釋清楚 有許多確診者因為全家染疫 今年 親人皆在隔離中而無法見到親人最後一面 每一個晚生者都代表一個家庭的破碎 若是因為政府行政疏失導致錯誤的政策 政府就硬給予不幸死亡的確診者賠償 原要求行政院就3加11決策 釐清過程三個月內成立調查小組 提出書面調查報告與立法院 並對於確診晚生 家屬提出相關未住金機制 我對文字沒有意見齁 但是我們今天在談的時候有特別提到說除了這個第九案以外 相關的包括十二案十七案三十七案四十案四十一案七十九案三二零三五七跟四四八 都跟這個相關是不是可以一併處理 主席啊 我是建議等到那個案子就說病到這裡可不可以這樣啦 現在你會啦 這樣子比較好 到十二已經有過到十二 第九案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接下來 我們就看第 到第五到第五十案 現在請給大家看第五十案 等一下 主席 我有那個 因為剛才我有提第四十一案嘛 四十一案 好那四十一 前面已經有過著要不要先 先的反正 跟地球俠 安槍關的 要上網有的後聯書的 有關嗎 不是 等到第二輪再來啦 第二輪這樣也會啦 這樣也會啦 我建議啦 我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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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等到第二輪回來 願意併到這個案的就是併到這個案好不好 好 等到第二輪回來再回來 第二輪回來再回來 那我們就現在第五十案 包括我 第五十案尊照辦理 好 第五十案通過 好來 第五十一案 勞動部 勞動部 沒一件啦 沒一件 沒一件 通過 好 第五十二案 第五十案 建議倒數第三行的因此後面能不能加 政府應評估 然後才是此類網站紓困平台 然後後面那個應用拿掉 好 政府已經修正 好 我們再趕快都改 因為本來跟委員談的標的版本不是這樣 好 怎麼樣 可以 因為原來要我改成建請案 我早上已經發言過對於建請案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就照照 可以 好 這樣可以 好 那就修正通過 好 好 五十二案修正通過 好 來 五十三案 好 五十三案 照案通過 好 好 通過吧 好 好 那五十三案通過 五十四案 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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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準照辦理 好 通過 通過 來 五十五案 金管會準照辦理 好 通過 好 來 賴 賴委員都通過 好 五十六案 五十六案 我們是不是建議 這樣子 倒數 五十六案通過對不對 通過 沒有 五十六案現在那個 我們有講好 沒有 我們有講好文字怎麼調整 對 我們跟委員已經有文字修正了 好 我把它唸一下好不好 好 就是 從原要求的部分 原要求行政院考量疫情所帶來之衝擊與影響 針對政府宣布停止營業之行業 檢討各類以年度為課徵之規費或付稅 這邊就不改 一直到 按比例調降各類年度規費付稅客稅基礎 然後再接後面 引達清稅之目的並減輕民眾負擔 來問可以嗎 上 可以 但是可以 但是可以那個修正的條文字一定要送到這裡 對 不然如果我誤會那就再加 好 謝謝 各部會一定要記得 你們跟委員 溝通 那文字有修正應該要很快的引運到這邊 這邊過來 好 那有關於五十六案就修正通過 好請看五十七案 財政部 財政部 那個就是要求財政部演繹檢討 跟主席報告 這個部分就是在要求財政部重新檢討 那事實上我們目前已經在做了 只是說是不是我們在演繹檢討 這檢討就檢討還要研議檢討喔 這檢討就讓你就是檢討的還要研議什麼啦 檢討 好檢討那就檢討 你就直接檢討就好了啦 好 太莫名其妙了吧真是的 OK 好 你反正已經做了 那就是表示你可行嘛 可行就通過委員的提案嗎 好 那就通過齁 沒有問問喔 通過 就是那個重新把它刪除 然後變成檢討這樣就好了 就重新然後就 原要求財政部檢討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謝謝 紅心刪掉兩個字刪掉嘛對不對 那逗號跟重新刪掉謝謝 好 好 好 那五十七案就修正通過五十八案 好院長各位委員好 五十八案我們是不是工程會請求稍作文字的修正齁齁 在第四行 公共工程委前面 是不是加個內政部跟經濟部 因爲後面的建築師營造成業者還有水管業者都是跟內政部經濟部相關的 加兩個 他還有工程委員後面含意針對這些信貸的利息補貼 所以加兩個含意兩個字 還有展現核約的問題 對這後面第三行後面算來第三行 這個信息補貼利息補貼之後 就是並提供對所有的營建改成公共工程合約的設計 監照施工等公期進行展延 這個三個月固定不好了 因為每個個案都不一樣 所以公期的處理方式 讓每一個工程都能夠得到適當的處理方式 就改這幾個文字就好了 你現在是不是有縣程改好的 趕快印來給大家 好好好那印過去 有印好了嗎 印好了就先分 先分 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這個 印好的就先發下去 好謝謝 各部位我們都 好來有關於58案 他就請大家看這個修正的文字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謝謝 五十九案 五十九案還不 遵照辦理 好通過 六十案 通過 通過 六十一案 通過 通過 六十二案 通過 遵照辦理 六十三案 通過 通過 六十四案 通過 六十二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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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同一 同一辦理 同一喔 那就通過喔 好沒有意見 六十四案通過 六十五案 海政部 通過 頓到辦理 好通過 環排稅修正五 六十六案 通過 你跟那些關係還不見錢 他已經什麼 好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就通過啦 好 六十六案通過 六十七案 通過 好通過 六十八案 通過 通過 六十九案 通過 沒有意見通過 七十案 通過 好 沒有意見就通過 七十一案 下一步 這部分跟 主席文報告 是不是我們 倒數第三行 是不是增加 因為這個案子 確實是之前已經有做過一些相關規劃 是不是建請 把行政院三個字化掉 建請相關部會研議 因為這個確實是需要 大家一起幾個相關部會做研議 因為現在已經有補貼了 是 好 好 那就 建請相關部會研議 就跟你講 不要用建請 你是聽不懂 好 來 請 請就好 不要建 那個民意花了250億的嘛 好啦就 就請相關部會研議 就請相關部會研議 就這樣 好 好 那修正通過 好來 請看七十二案 通過 通過 七十三案 還有一部 這部分是不是跟政委報告 因為 跟七十案是一樣 是不是我們可以併七十案 七十四哦 都是有關 學貸部分延長的規劃 併七十啊 那就 併七十案 是 謝謝 併七十案也是通過哦 是 併七十 好來 七十四案 併七十四案有關於請那個最後 還是補發的啦 一樣的 對應該是研議 編列預算普發現金 補發的啊 接受啦 補發好幾案吧 先保留 好 七十四案保留 好 七十五案 跟經濟部農委會衛福部有... 那個 真理文啊 要回兩趴那個素子不要就好了 好不好 七十五案導速第二行 那個 兩趴不要就好了 好 一四行是吧 導速第二行 導速第二行 好 因為那個通膨力是一個... 是一個市場現象很難受 好 第七十五案 導速第二行 兩趴 回兩趴 那個兩趴刪掉 好 那就修正通過 好 對啦 好 七十六案 財政部 經濟部 要把兩趴要有市場機制 可以配合辦理 很難控制到什麼幾趴幾趴 我跟你講 這個 這個 真的是 一點政黨色彩都沒有 我們今年五月份的 這個CPI 到2.48是 院長 是 創多少年來的記錄 你這個東西 行政院 物價督導揮報 你不去控制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到時候會造成民生問題 七十六案 女生 女生聽我講的 這個 我叫我們 黨 黨才寫的 民生問題 如果說你控制不好 就是也就是社會問題 現在 我跟你講 最近不是有什麼搶劫案 凶殺案 就慢慢開始就出來了 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 老哥 我真的很誠 我幫央央行全部在傳出這個問題 可是 你要說幾趴幾趴 坦白講 我跟你講 六月份 六月 這個給他壓力啊 六月份我相信比這還要高 你知道嗎 五月初 五月份 六月初公布的數字 我看到我都 我都嚇一跳 2.4 因為我們並沒有限時叫你壓制回 只是說叫你把目標 把通膨的目標值 壓制回2% 並沒有說 喔你一個月內 兩個月內 三個月內 那就是選民壓制好了 好嗎 好 老闆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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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給你們要錢 也不是對 這是一個提醒 我們選人員的團隊 所有人都在關心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 這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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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樣子講 是OK的 你為什麼會反對 你為什麼會反對呢 我懷疑 他的意思是說你跳過 也不要把他放給丟了2% 沒關係 要不然叫你不可以跳過 老闆 我跟你講 老闆 我跟你講 這是我的專業 也許醫學是你的專業 我講給你聽 這真是一個社會循環 當你CPA 你控制不了 就影響到民生經濟 民生經濟控制不了就是社會治安 都清楚 所以這個很嚴肅的為了 為了單位 這哪一單位了 那 委員長代表一下 但比較博鞋一點 主席長來講一下 你的意見 這個是不是說 那個 將通膨目標值 那幾個字化掉 我們會那個避免通膨膨脹再升溫 我們當然會做 但是你都硬要壓制在某一個範圍之內 沒有人做得到 沒有人說一定 他說壓回 他說壓回 意思是說 有超過沒有關係 你就要想辦法壓回 沒有沒有現實 他沒有 沒有告訴你說 你絕對不能通過百分之二 他通膨 不能通過 是說 你通膨太高的時候 你要把它想辦法壓制回去而已嗎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將通膨目標值 不超過百分之二 這樣更困難 比他更困難 有沒有沒有限制你超過百分之二 美國要求你超過百分之二 要壓回 主義長 主義長 而且沒有限定你時間 主義長我建議 來那這主席長的文字就通過好了 主義長我真的誠懇的給你建議 這一則的決議 充滿了善意 充滿了替國家來想 我給你建議 所以主義長 你我的出身我們都很清楚 你在學校教授 我誠懇的給你建議 這一則不要去反對他 這個是給你們壓力的 這是給你們期許的 好不好 主義長不要反對了 壓制兩個字不太好 那個市場行為 我覺得可以用主義 他講說不超過 他做得到 對啊 不超過嘛 剛剛主義長講不超過 我們就按照主義長的用語 不超過了 不超過2%吧 好那就 將通膨目標控制不超過2% 改成不超過2% 改成不超過 就是 將通膨目標值控制不超過2% 這樣 不要用控制啦 控制是那個 那個專制 設定 他就確保 確保 不說八道好不好 我叫你控制通膨跟專制有屁關係啊 你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 我講一下 講話比較舒服 緊張去做就好了好不好 好 大家知道這個 好 就照原來文字 沒關係 就照原來文字通過就好了 好不好 照原來文字 也沒有 預算無關嘛 三億提醒 通膨理習慣 照完通過嗎 好 就是當作一個三億提醒嘛 好 通過我們也知道 好啦 好 76 財政部 經濟部 勞動部 好 76案 財政部沒有意見 好 經濟部也可以配合 好沒有意見 勞動部也沒有意見 好那就通過 好來 77案 財政部 77案 因為這個 現行所得稅法 就是監禁的部分 就已經在做了 就已經在做了 已經在做了 是不是可以 這個部分 就是說他 監給政府 都已經是百分之百可以 免稅了 好 現在就有了 是 政委我建議啦 就把原理修法 這四個字拿掉就好了 等一下本來就可以減免期 是啊 現在現行所得稅法就可以做了 原理修法就拿掉了 這四個字好不好 原理修法拿掉 可以 那就修正通過 對不對 是 再度強調法的重要性 好 好 在78案 78案也是財政部 這邊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我們 從去年這個特別預算 就是那個期間 我們就已經主動減免小官員營業人的 這個所謂的 查定客政的營業 所以到今年6月3、4號 那現在因為特別條例已經延到明年的6月30了 所以這段期間我們還會持續 減免小官員營業人的 這個所謂查定客政營業稅 那我這邊建議是倒數的第二行 是全國施打疫苗率打50% 把這句話刪掉 因為我已經延到明年6月34號都可以減免了嘛 不是 不是 所以你應該改成說 一夜稅全國施打這句話改成說 延至明年6月30號 這樣才對 那現在稅了有了 法政有了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說你現在不是說你已經延到明年6月30號 你就把這句話 取代 這句話這樣就好了 主動減免 你不是說你現在就在減免了嗎 是 對啊 所以就把它改成說 要求財政派主動減免 委員 是不是可以建議這樣子 就是在倒數第三行 這個墮點這個地方 畫一個句點 其他都不要了 因為我們現在就已經在做了 對啊 你這樣更嚴苛了 對 現在我們 等於書文條例裡面 就有社員他們去 去減免的嘛 那個 那個 主席我建議一下 倒數第三 倒是 就是到那個營業稅就拒好了嘛 對不對 然後最後兩句不要 什麼50% 然後再等等 因為好 坦白講 打到50% 在即便像美國這國家 也是打了很久很久才到50% 甚至像日本 現在還要拜託人家出來打 所以那個法會讓我們的這個減稅啊 變得非常的沒有 沒有這樣一個彈性啊 所以等於是 我覺得建議就是說 最後兩句不要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 比較好 別的案就是修正通過 修正的文字一定要送到這邊來 好來 79案 這個 為什麼不 有跟國賓的問題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保留啊 剛剛講過了 他就 就變到地球案好不好 好 對啊 地球案已經處理了 好 並地球案 並地球通過就對了 那 那是通過啊 沒有啦 沒有啊 就並地球啊 地球已經通過了 好 地球我們是修正通過嘛 不一樣啊 這是國賠 跟第九案哪裡有一樣呢 你們現在是說 意思剛剛 跟第九案有相關的 通通保留到第二輪 那這個可以保留到第二輪 OK 好保留保留保留 好來 第八十案 八十案尊照辦理 好通過 等一下 那你優先對產業相關人員施打這個可能 我的問題啊 對 這順序會有問題 他是要求改善移工的勞動條件還有居住環境 跟加強的防疫措施這個OK啦 對啦 但是有一段事情 優先對產業相關人員施打疫苗嘛 這個 也要 很有問題啊 這個有嗎 好通過沒問題 他還有其他部會啊 如果在施打疫苗的順序 我們還建議照著專家委員會 建議的順序來施打 優先那個拿掉 好OK 因為我們所謂的優先 我說明一下 我們並沒有要求要放在第幾類 只是說希望 衛福部在排施打順序的時候 要考慮這些高風險 因為他們整個集中居住 所以說它是一個高風險 然後再加上它的電子產業 對台灣很重要 所以所謂的優先 並沒有在這裡說 要求要排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沒有 只是說請衛福部要注意 好 這個 這個區塊如此而已 好 好 我們第八十案 就文字修正 修正通過 八十一案 通過 好 通過 好通過 八十二案 一正步 報告各位 等案 跟剛剛通過的六十六案 還有後面的 九十九 九十九之二 一三零 一四二 跟一四四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內容 那是不是行委員可以同意 就併剛剛六十六案 一起 大家一起 好 有 六六八二 九九 九九之二 九九九之二 沒有九九之一 九九之二 九九之二 沒有九九之一 這個太快太快太快 慢慢練來 六六八二 所以也有行文給相關的部會 所以他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建築師公會的訴求 那因為建築師公會這一次被內政部毒漏 所以內政部應該要把這個部分這個破口先把它補起來 然後相關的 如果你們不能夠按照這些辦理的話 我是剛剛通過的 因為你們只有說研議 我覺得這樣太籠統 沒有誠意 因為人家是真的是一個全國建築師公會的共同情誼 也不是個別案例 然後各黨都有提 還有各個委員都有提 因為他們非常廣泛的去請求 那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你這樣等於是沒有回覆 你只說研議 你們到底是要做還是不做 那到底要怎麼做都沒有說的太多 我覺得這樣太過敷衍了 包委員其實這一些 祭司這個部分 我們也都是已經提出納入那個 那個紓困裡面的融資的這個部分 都已經提出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本來就有在做 那你就把你本來就有在做具體的講 不要每個都是什麼建築 又是研議 感覺上就是石塵大海的感覺 你要告訴我們具體的解決方式是什麼嗎 這樣也比較有一個具體的結論 你們文字這樣好啦 你們文字再調整一下 我們待會請他們提一個 比較清楚的具體的文字 比較有誠意的文字給我們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文字 好我們趕快整理 等一下拿出來我們再討論 好 那本來就是寫行政因競速原理 好 前面 快去看 來 好就暫時保留 來 83案 OK 83 通過 通過 84案 這個巴斯案 主席 我有點事情想要請教一下我們這個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我這邊看到有一則公文在我的手機裡 是總統府啊 總統府在6月11號 今天是17號 發給中國鋼鐵股風有限公司的工會的理事長 我在猜這個有幾家公司啊 像中鋼啊 台船啊 漢翔啊 他們這些工會啊 發函給總統府 總統府就給了行政院 行政院就交給你們指揮中心啊 說 希望他們這些工會的這個工作人員呢 列入疫苗接種的第7類 那個 那個陳部長在我上次請教你的時候啊 原來上個禮拜二吧 那個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第7類原來啊 我在質疑 你們說有5萬人 我質詢完呢 第二天呢 你們就發了一個喊 第7類就變成89萬人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陳部長啊 為什麼第7類的人 施打義嗎 他可以從5萬人下變成89萬人 跟我剛才念的這個公文是不是有關係 跟那個應該沒關係 我們那現在沒有這麼多人 我們現在大概列測了大概14萬 但是 14萬 但是那些疫苗我們大概暫時還不發下去 我們現在要先發到 我剛才講到 我剛才講到 那個5萬人 八十幾萬 都是你們發的喔 八十幾萬我當然沒有這個意向 我可以查看看 因為第7類人喔 一下子喔 我相信一下子 從五萬人擴充到八十九萬人 你會排擠到第八類第九類人 不會我們不會到八十幾萬人 不會到八十幾萬人 我們到現在有保留十四萬 但是我們還不發下去 我們要看其他打得夠不夠 我們在底下發 換句話說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你在這邊回答 就是第7類人 不是八十九萬 是十四萬人 是不是一份 照我知道的在列測裡面是這樣的 好不好那個這個相關 詳細的資料 可以給我辦公室一份 可以 可以 我們的事務可以給你 好 謝謝 賴委員 我也要 對對對 我辦公室也要 請教那個陳部長喔 我們現在 到現在為止 總共施打疫苗的多少人 現在施打 有沒有一百萬人啊 沒有吧 現在超過一百萬 超過大概一百多少 就是 我要算一下死亡率大概多少 就現在十二個人死掉 我要出一宗 我打多少人 你用這樣算不太準 因為他不見的是疫苗死亡 沒辦法這樣算吧 很難用那樣 我知道啦 我知道不能這樣算 我只是這樣解決數字了 大概打多少現在 全部打多少 因為我們現在才發下去 打了 最後的四十四萬 我們現在才發下去 那我們本來這次的一百二十四萬 加上前面的七十二萬八十七萬 差不多一百萬 其實我們現在如果說總共發下去 不止了啦 不止了 我們已經發下去 將近一百八十九萬左右 所以已經打了一百八十九萬 但是明天後天的四十四加七萬 再五十一萬還沒發下去 這是今天跟明天 所以到明天會兩百三十幾萬左右 沒有到兩百一左右 發下去了 發下去了 但還沒有打喔 有一部分是今天跟明天 好院長我問一下 好 那個請問部長 本來有那個重大疾病的 那為什麼後來又拿掉了 是什麼原因呢 沒有 沒有拿 沒有拿掉 有啊 我現在找了幾次 我們第一類到七 我們現在在裡面 我們現在打以前有 已經分類分到很下面 那但是我們這裡只開到一到六類 外加七類的一部分人 他重大疾病現在放在第幾類 那可能在這個後面 是沒有拿掉 但是只是把它往後排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是我們在排的人數裡面 我們這疫苗還是有限 所以我們先歸類到第七類的一部分 那假設這些人可能是 就是比較就是有重症的可能 那為什麼會把它放在後面 所以我現在是比較 懷疑說你們的這個決議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比較有廣 那就是真正專業在做這個決定 我現在是我們的預防接種組 在做建議的 當然我們也會收集各方的意見 像現在它打下去 很多個別的類別都有它的必要性 那我們都會提個預防接種組來做考慮 但是對於就是說有重大傷病 五十歲到六十四歲的這一塊 我們並沒有拿掉 只是這次沒有打到那二里而已 數目還不到 好 對不起我還有一個疑問 對不起 這所謂的重大傷病 有沒有包括器官移植的 因為這些人其實都是在 他的免疫力是非常降低的 這些人你們有沒有 我想應該是有在 我可以再確討一下 應該有在這裡面 這些人都被移到後面去了 我是跟部長說這些人真的 如果說真的比較容易重症的話 那為什麼把他們移到後面去 沒有移到後面 還是照著原來 第七類以後啊 不是我沒有對 那本來就在以後 在流感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好 好那 等一下那個蘇聯答護就是李貴雲委員跟費總召 蘇聯答護 那個 院長 剛才院長那個 這個部長要提供的那個資料各類的人數 造冊人數 各政黨都給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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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全部給齁 好 陳部長 那現在八十四案是 那現在八十四案是 對不起 我剛才聽 等一下嘛 我剛才聽那個部長回答 然後這個我們委員尋答 我一點點不太清楚他真正的答案 部長我想確認一下按照你剛才講的是說 現在已經發下去的優先的類別是一到第六類 然後你的這個發下去的疫苗數是 現在是一百八十九萬 如果包括明天的話是兩百一十萬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要確認啦 因為 因為剛才講的就是說已經發出去的疫苗的劑量跟他現在 這些發出去他剛剛已經先講 他說你沒有辦法這樣統計的原因是說 他不知道施打的數量 可是呢 剛才又問到說已經發下去的是第一類到第六類 是已經發全了還是還沒有 那你現在發全的是要讓他們打是第一類到第幾類的 釐清一下好不好 謝謝 好請說明 委員再報告 大概在前面我們大概有發過幾次了 那在裡面在AZ是七十二萬 那是在這一波裡面日本所贈送的一百二十四萬之外的 那日本贈送這一百二十四萬我們從上禮拜五往下發 先發的大概是六十六萬 然後明天應該是今天啦 今天再會往下發四十四萬 那Moderna的我們在上禮拜三往下發發了七萬三 然後這個也在明天就會發六萬多 大概這樣那Moderna的部分大概是 第一開始的設施在打第一類別的風險一跟風險二 那明天發下去就會打風險一二三都可以列到裡面來打 這是所謂的Moderna的部分 那AZ的部分 但在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比較沒有打 所以那時候開到芭蕾來 但後來疫情開始之後我們就說 然後到這一波到前一波裡面我們是打風險區域裡面的第一級 風險區域的一二三級 非風險區域的第一級 然後從這個月這一次發下去就是從六 就是打到第六級都可以打 就是從這個禮拜五發下去的這一批六十六萬的 就可以打一類到六類 我請教部長喔 你剛剛提到Moderna Moderna是我們買的吧 Moderna這個 這個是我買的 一級買多少錢啊 一級買多少錢 這我講過很多次之後沒有辦法更在這裡公開的來講 他都已經買了不能講多少錢 他來 他來 好我們 因為大家對這個案喔 有的會發言兩三次了啦 我想我們盡量 八十案這個決定好不好 等一下 八十案通過嗎 不是等一下嘛 八十案 所以人家有問題哪裡有可以這樣這樣子 八十案通過 等一下 院長我有問題 他剛才那個部長 我是追著他剛才的問題啦 這個民眾都很想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謝謝你剛才釐清了 就是說AZ的部分呢 是打第一類到第八類嘛 第一類到第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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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那個時候在前一段 懂懂 在那時候還沒有 劇情還沒有時候 有開放比較多 有包含自費的包含多 但那不是我的問題啦 我要請教你的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Moderna的部分呢 在上禮拜三發了這個七萬三劑 然後打的類別呢 是第一類到第二類 沒有打的是第一類的風險一二級的 哦 OK 第一類的風險 然後明天發下去的就會打一二三類的 OK 那民眾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Moderna的這個東西呢 是給這個行政官員打啦 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沒有什麼行政打 就是分級到本來的 上個禮拜發下去的是完全沒有 那是在 等於是第一類的風險的裡面的一二級 那都沒有行政 那都沒有官員的 不是民眾只要知道很簡單 那沒有官員的 Moderna沒有給官員打 上一批的 那明天起這一批一二三類的就會有 不打不打我打個槽 我們在前兩天有通過我的有一個提案 Moderna要優先給孕婦打 你們要去貫徹 有通過這個案子 我們會開放給孕婦打 但在這一批裡面 我們的數目還沒有辦法到 等一下 這個是在第一輪啊 就通過的 是通過的案子 所以我們會開放給孕婦打 我跟你講要給孕婦打 孕婦 孕婦 我們要鼓勵 鼓勵大家這個生育 我們量一夠就會開放給孕婦 現在大概一個 一年也要大概十五六萬人 那大概有這樣的量 我們就會開放給孕婦打 那是一年懷孕十五六萬嘛 你現在懷孕 現在懷孕需要打的絕對沒有那麼高 一個優先要給他們 既然通過你就要半道 不可以用騙喔 我們在沒有欠的 在第一批裡面 當然在醫護裡面的孕婦都會去打 而且我們也沒有辦法強迫 大家去打 這所謂的莫德納疫苗 他還是一個選擇 各位小聲一點好不好 各位小聲一點 各位小聲一點 安靜齁 各位小聲一點好不好 來 容許我再發言好嗎 好 老哥 老哥你們可不可以 讓我好好的把話講完 你講的是這幾案 84案 84案已經通過了 部長 我跟你講 跟各個醫院講 如果孕婦要去打的話 不要拒絕他們打莫德納喔 可以嗎 現在還沒有開放到那裡 現在還沒開放到那裡 那很快就會開放了 我們現在是要打一二三類的人 那很快就滿了 還是照這個順序完 馬上開放給孕婦 現在的量非常的不足 請問孕婦是排在第幾類啊 沒有 經過三次委員會裡面 我們就會把他 這個裡面 下次開放一二三類完 我們就會把他列到裡面去 OK好 OK 下次 下次一定把他們列入喔 因為上次在 在立法院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們 但是在這批裡面 因為量不夠了 但下一批的量來 我們就一定把孕婦優先 好 我們是不是看85案 我們通過那個委員會的結議 不好意思 好 看85案喔 來邱總召 部長剛剛意思是說 現在 不是說重大傷病沒有 是說重大傷病在後面 現在就是 只能打到一到六類 所以重大傷病在後面 對還有部分的第七類 但第七類的藥 我們現在都還沒發下去 我們先保留一個彈性 萬一這75以上還不夠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給75歲的先打 那先 剛剛回答是說 這禮拜發下去的疫苗 可以打到 打到第六類 第六類嗎 就是說這禮拜 發下去是可以打到第六類嗎 上一批的也一樣到第六類 那這一批發下去也是到第六類 所以是這禮拜 那個疫苗這禮拜又發完 AZ的 AZ的 AZ的這兩天都發下去了 那 問最後一個就是說 因為剛剛為什麼問那個重大傷病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是排在第九 是不是 現在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只公佈到第六 公佈到第六 公佈到第七 總之他在後面就對了 因為各國可能 他的排序上面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像德國或者是很多歐洲國家 基本上都是這個最未可能的人是排在前面的 好 對在前段疫情還沒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政策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 但疫情起來之後 都會覺得 大部分會又回到這個對虛 比較 對最虛弱的人 因為在疫情有的時候 又不太一樣 好 我們85案有沒有意見 85案剛剛有跟政委員溝通過 就是修正那個提案的內容 也就是在倒數第三行 再加代替超過三個月 我們把它改成六個月 然後倒數第二行 一次性的防疫生活補助金三萬元 改成一萬元 好 好 沒有意見就通過 好 修正通過 好 請看第86案 那個 信管會準照辦理 好 通過 87案 好 院長 那工程會請求修正兩個地方 就是後面算來第三行 工程會 折承 折承這兩個字 剛剛工程會主動一點提供 折承兩個字改成提供各主辦機關 各工程主辦機關 然後 第二 追張嘛 就是你們花的這一張 對 對這一張有沒有意見 沒有 87案 剛才談過了吧 一樣的 沒有意見 什麼叫做得以展延公期處理方式啊 展延公期多久 每一個Case都不一樣 我知道我知道 但你這個文字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有一個處理原則會畫下去 會遵照委員的指示 我們定一個全國一致性可以通用的 那各機關就不會有增值 所以空前 那你應該寫一個提供 提供 對 折承改成提供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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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請看88案 可以 通過 89案 通過 通過 90案 通過 通過 91案 通過 通照辦理 好通過 92案 通過 通過 93案 通過 94案 94案 文字修正 倒數 這個跟委員溝通過 倒數第二行 這個提案要求經濟部 會同衛福部協助設置 四個字改成原意 好 這一張 大家看這一張 改為原意 好 那 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來 再來 請 看95案 我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 我們這個紓困方 這個振興 預算 在原民會裡面都沒有預算 是零 我想今天原民會也沒有出席 我有幾個部分想行政院或者是主記長給我回答 第一個你們到底了不了解原民會裡面所辦的原住民的一些政策 執行的業務 如果你們不了解的話 我也不知道原民會到底有沒有跟你們提出他的預算表 是不是就這個部分先回答我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一次的預算著重在那個防疫跟紓困 因為原民會以往的預算都是在振興 那這一次我們沒有在振興 如果有防疫紓困的要求 紓困可以就按照一般的紓困的方式 跟勞動部或相關的部會紓困 那如果是防疫的話 衛福部那邊也有防疫的一些辦法 主記長很顯然你不了解行政院 你原民會所辦理的業務 我就現在一一來跟你花一點時間 第一個 教育部有辦理社區大學的紓困方案 原民會相同性質也有辦理部落大學 請問一下這次要跟教育部合作嗎 還是從教育部裡面的錢 要給原民會去執行這個業務呢 第二個經濟部有辦理會長補貼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傳統市場 還有業勢更新改善衛生安全的設施 原民會他也有主管補助原住民鄉公所辦理的大型展示 跟風景區公共造成市集也沒有紓困 例如堅實香納的納羅 根本就是一點都沒有辦法 再來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 還有文化部都有辦理紓困貸款還有利息補貼展延等方案 屬於原民會辦理的原住民相關的貸款 卻沒有納入納困範圍 例如合作社 例如綜合發展的這個行庫等等 我覺得這個部分你們根本不了解 接著下來交通部有辦理觀光旅遊業的紓困 農委會有辦理實際從事漁業勞動的漁民生活補貼 屬於原民會跟林務局福島的原住民還有部落生態旅遊團體 沒有紓困跟補貼 第六個衛福部辦理的多元管道 衛教宣導跟補助地方政府的防疫動員 原民會原住民地區有原住民鄉鎮區公所還有部落團體 為了要防堵疫情跟人員流動所設立的防疫戰所需要的經費 你們卻告訴原民會要以公務預算內來調之意 實在是不符合防疫推動的積極作為 接著下來我再提一個案子 文化部辦理的議文團體還有場館的紓困方案 屬於原民會主管的原住民族藝文工作者 團體地方文化館根本也沒有紓困其補貼 請問這個部分要跟文化部來share 分享他的紓困方案嗎 所以我才會提說 是不是這一次的中央政府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還有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的2600億 我們匡列5億也就是不到百分之0.2 來專案辦理原民會裡面所做的這些業務 好說明一下 這很合理啦 非常合理嘛 你其他的部會都有所謂的特別預算 原民會去執行的業務 你不給他特殊的這些預算來 你讓他的動物預算裡面去執行 沒有道理啊 我不知道是原民會沒有聚集爭取還是行政院 你們認為原民會去執行的業務是化位之名呢 請你們說明我剛剛提出了那麼多 教育部也好 經濟部也好 還有交通部也好 農委會也好 衛福部也好 文化部也好 你們都有辦理這樣業務 而原民會也有辦理這樣的業務 你們卻不給他備用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們等於是獨漏了原住民 獨漏了原民會 那現在高級委員的訴求才五億 其實金額也非常的少非常的合理 不能夠一毛都不給 這樣太不合理了 你這樣感覺上好像我們很歧視原住民啊 沒有沒有 那你在紓困了 對那我覺得不知道他為什麼漏掉了 可是你在這個時候既然是這樣 應該把他補足出來嘛 你們各相關部會在處理的時候 是針對他紓困的範圍 沒有根據他的族群的差別嘛 原民會也是個部會 來報告一下 到底他們在原住民的處理 包括社區大學怎麼處理 我們先聽聽看嘛 所以我剛剛就說嘛 是原民會沒有積極爭取 還是行政院不給他嘛 如果是行政院沒有報告 你們他們掌管的業務 那麼是原民會的錯誤 如果原民會有跟行政院報告 其實在各部會裡面所有的紓困 防疫其實他們都有業務去執行 你卻不給他 我覺得就是行政院的錯誤 我剛剛列舉了非常多 教育部裡面的社區大學有 原民會主辦的部落大學沒有 經濟部補助會展 原民會補助大型的展示風景區 你們不給他 這怎麼道理啊 我已經列舉了那麼多部會 所以我只要求 我只要求 2600億我們把它匡列5億來做原民會去 做他的實際業務的執行可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話 麻煩就在其他部會裡面挪出部分的經費 給原民會去執行的這個業務就是這樣 羅偉言 我想我們這次 我們這一次的紓困就很清楚 就是 以我們的企業 還有勞工作為主要紓困對象 並不會因為它是特殊的一些族群 我舉個例子 客委會一毛一算也沒有啊 對不對 客委會在這次的紓困算也沒有啊 所以如果我剛才同意了 剛才高經文提的 如果有些像場館啊等等這一塊 那的確可以來參考 客委會有很多類似這樣的場館啊 他也沒有這樣的補助啊 所以行建或許可以檢討 在類似的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 可以比照辦理的地方 那但是因為現在預算項目裡面 沒有這個東西嘛 所以事實上可以用公務預算裡面 看怎麼處理 這部分倒是可以來努力的啦 好不好 因為這次沒有說特地要排除 原住民啊 排除客家族群啊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做法啦 好 曾明中委員 好 謝謝 剛剛羅智政委員講得很好 但是你恐怕紓困條例沒練清楚 紓困條例第十一條民文規定可以農 所以我強力支持高經委員的提案 尤其是才五億啊 你占2600百元一點點啊 這表示啊 原民會不認真 這第二個 高經委員的效能要求是合理 第三個 符合法令規定 所以我們強力支持 好 高經委員 好 羅智政委員可能不太清楚 客委會跟原民會執行的業務完全不一樣 客委會請聽我說完 客委會裡面的預算執行只有在文化教育上面 原民會去執行業務方面 抱歉你聽我講完好不好 你們很顯然不用工 原民會裡面也有什麼呢 經濟 他也有貸款 他也有地方補助的一文館 例如相公所所辦理的原住民的文化館 這一塊就屬於原民會要去執行的業務 所以我就說 在各個部會裡面都有紓困或者是這個防疫的預算 為什麼獨漏了原民會 所以我在講 我剛剛以上提出了非常多的部會 一個就是同意我今天的提案匡列五億 第二個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如果屬於教育部辦理的社區大學的紓困方案 原民會的部落大學是不是就跟教育部來分這筆錢去作為紓困 第二個經濟部啦交通部啦農委會啦文化部啦衛福部啊 你們這些去做的業務 如果有關係到原民會去執行的紓困或者是防疫 這筆錢是不是就從這各個部會裡面去拿出來 以上 我們建議就高經委員提出來這個各項目 讓各部會去說明是不是可以照剛剛高經委員所講的方式去 好讓原民的 這個結議就好了吧 有關於原住民的補助怎麼辦 好那你都會有講話我們就來請購部會 購部會 你知道購部的方法嗎 在495案針對文化部啊我提了一個案子 為什麼因為他這一次追加 全部比照就好了吧 沒有我現在講的東西是跟高經委員這有關係啊 因為文化部他編的他編的這些費用啊 對於文化場館業者的相關的編列的補助啊 其實他只受限於文化部跟所屬的文化場館業者 所以剛剛高經委員特別講到不管是原住民 甚或剛剛前面講到的客家的會館 其實都沒有被包在裡面 所以如何來補這些漏洞 我想高經委員講的大家非常支持 就是我們希望行政院要來檢討 我們要把這些漏洞把它補起來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 是不是請大家考量 我覺得高經委員的訴求是非常正當性 謝謝 好 秋顯治總召講完就請主記長的說明 好 院長各位同仁 現在其實原民會沒有納到這裡面來 紓困的預算裡面 要問的是說 到底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文化部等各部會 這些紓困的方案 能不能被廣受經濟重大衝擊之下 原住民朋友所用 那現在問題來了 譬如說 它是不是有一些確實一個特殊性的狀況 譬如說 在原住民的部落裡面 它通常貸款的方式 它是用合作社的方式 對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如果說它沒有進來 那你經濟部就說 有啊 我有開這個方案給你用 問題是它的結構是不一樣的啦 所以這個確實是一個蠻重要的點 就是說 如果說有一些很特殊性的狀況之下 然後這個是原民會它所要辦的業務的話 那在其他的部會 它開出來的方案 它並沒有辦法符合這個資格的時候 那是不是也應該要在這個地方做考量 也就是說它也應該有一些紓困的方案 好 請主記長 這個應該是這樣子啦 原住民區或者是相關的團體 如果有各部會主管業務的需求 請他們提出計畫 向各部會申請 但不要說一框一個偶渡 所以一定給他們多少 他們有多少需求 他們就提多少的一個申請 不行啦 你這樣子的一個回答太官僚了啦 等於是完全不做任何的處理嘛 沒有沒有 它非常的明顯 就是你現在就是獨漏了原民會 那他們的生活方式 經濟型態 其實跟我們漢人是很不一樣的 不然幹嘛成立一個原民會嘛 那所以它剛剛高經也退了一步的 你各部會針對原民會的訴求 在這邊答應 一定要尊重提供給原住民的請求 不然的話你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讓熟悉原住民業務的原民會去處理嘛 你行政要很誠意的去面對這個獨漏的問題 否則的話你用這種官僚的形式 你就不尊重原住民族啊 變長我講一下好不好 有關於高經委員的提案 全部納入 各部會有同樣困困不住辦法 這樣就好了嘛 不不不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不知道 休息十分鐘大家溝通一下 那你們把文子寫一寫看看好不好 等一下 回憶 下面你們在群聚開這 老仁 Crow 那沒被你認把 大家如果想吃吃屏,你也要吃吃屏,你也要吃吃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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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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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感谢观看 现在 感谢观看 感谢 因为 感谢观看 因为 感谢观看 如果要快 感谢观看 我们已经 115案 是成功了 我们建计 对 所以我们建计 顶 我们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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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船 通船 通过 好 就是夹 我们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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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计 我们建计 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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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计